我们带你来看到今年42岁的手打面达人吴文成 因为家里就有个制面厂 所以他决定要开一家自己的小店 开始专业了乌龙面的各种煮法 掀开锅盖将即时煮熟的面条 马上用冷水清洗 力量面条多余水分 再入高汤熬煮 依序加入青菜 肉片 这碗料多未美的乌龙汤面 立即端上桌 瞧一口面一口汤 吃得人豪刷嘴 究竟是什么样的面这么吸引人 在厨房里忙碌半天 这位头戴原貌一脸合约的中年厨师吴文成 就是专主手打面的高手 被网友封为人气最夯的乌龙面达人 这个面啊 我一定要先洗过 跟洗冷水 让那个面收缩一下 然后那个洗冷水的作用 最主要是不把那个煮面的水 会带过来汤里 会影响到汤头 里面有洋葱 小鱼干跟昆布 然后20分钟 洋葱就取它的甜 昆布啊小鱼干就取它的鲜 才会滚了 滚了之后就可以关火 粗面Q弹 汤鲜味美 吴文成大方公开煮面和熬汤的诀窍 但其实他用的面条本身还有大学问 我爸研发的啦 面是他提供给我的 然后煮的方法是我自己想的 冷面大概要煮15分钟 然后汤面大概8分钟 然后热的干面大概10分钟 然后这支面用这三种方法下去诠释 都可以表现得很好 拿了家传的面条 钻研出汤面干面和冷面 三种不同嚼劲的手打面 并开了一家可以自己做主的面店 其实在这之前 他曾经面食理念不同 和父亲起了不少争执 吴文成对面条口感的坚持 就是不愿妥协 也一度引来店内顾客不少抱怨声 我记得我们刚开的时候 客人他就坐着 然后就等 而且我们大概煮那面 至少真的要10分钟 10到15分钟要 然后他就突然站起来说 为什么吃一碗面我要等那么久 需要让我等那么久 然后我跟我先两个就很错愕 从这我们就想 我们就会尽量跟客人讲说 我们这时间要等 如果你真的时间来得及 的话你再吃 从小看着父亲经营制面场 身为长子的吴文成 年少不懂事 放弃家里铺好的路 如今靠着赌一口气 自己开面店创业 还把老爸的面条 用心发扬光大 人生真是一片神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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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